巴厄将自己关于胖球大佬的两个推测打包 一同反馈给本体 不过因为本体如今处于多线程论道状态 巴厄反馈回去的这条信息估计会有一段时间延迟 得等本体和第一波长生者一对一论道结束后才能接收 巴厄并不心急 反正本体那里的时间流逝和现实不同 估计现实不久后本体那里就结束了 那么再见了胖球大佬 巴厄伸了个懒腰站了起来 胖球大佬画出来的独眼瞄了他一眼又恢复了沉默 仿佛刚才那个暴躁的胖球根本不是他一样 巴厄起身留给胖球大佬一个潇洒的背影渐渐远去 他知道胖球大佬并没有放弃自救 待他离开后胖球大佬肯定还会继续磨那个天道封印 说实话 巴厄认为胖球大佬的求生欲比他本体送输行要强多了 认识到现在胖球大佬一直都在为活下去而奋斗 连怼白前辈吐这种事也只是顺带 现在即使被道子前辈镇压封印 但胖球大佬依旧没有放弃希望 胖球大佬的这种性格是那种只要坚持下去 给他时间和机会就一定能成大事 可惜胖球大佬的运气一直不怎么好 时间对他一直有偏见 他的时间总是不够用 没有了胖球大佬后 白前辈吐可能会有点点寂寞吧 不过等和宋悠悠融合后 也算是另类地保留下了一点胖球大佬存在于事的痕迹 再者宋悠悠也只会融合大部分胖球大佬 不会全部融合 说不定还能留点球渣下来 巴恶一边想着一边潇洒离开 正当他满脑子想着胖球大佬这个名词时 终于触发了修疗系统中的某个隐藏程序 来自修疗系统后台的消息 三个问号 巴恶意外的一顿 修疗系统后台消息是什么东东 等一下 难道是龙洛女士 龙洛女士现在正拼命给修疗系统升级功能 忙到连抽空聊天水群的时间都挤不出来 现在她给人发消息都没时间从升级处切换出来 而是直接从后台发信息 龙洛女士怎么了 巴恶问道 龙洛女士纠正道 请叫我胖球女士 巴恶无语 龙洛女士询问 你一直在心里叫我 你在想我 巴恶道 不 我是在叫胖球大佬 龙洛女士道 我就是胖球 巴恶无语 天知道龙洛女士为什么会突然喜欢上胖球这个名字 难道是受到当时本体带入到黑龙世界的那枚用怀孕凝聚加胚胎凝视鼓道出来的胖球种子影响的原因 叹了口气以后 巴恶解释道 我刚才见到了那位现世的九优主宰胖球大佬 液态金属球那位 然后我正在思考着胖球大佬的来历和他交流这个问题 可能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心里多想了几遍胖球大佬这个词 龙洛女士道 哦 是他啊 哦 哦完之后 龙洛女士就没再回复 巴恶还在等着龙洛女士的下文 结果突然聊着聊着就断了 理解 要理解 巴恶自我劝慰起来 毕竟龙洛女士很忙 他现在可能连个再见也抽不出多余的时间回复 主要是 本体升级太快了 修疗系统也得拼命加班加点升级 龙洛女士这是将至少几千年 甚至上万年的任务 压缩到半年时间内去完成 所以可想而知 他的工作强度有多可怕 所以巴恶能理解龙洛女士 对了 说起胖球的来历这个话题 我突然想起我为什么喜欢这个名字 龙洛女士突然又回复道 为什么 巴恶下意识地询问 龙洛女士认真答道 胖球很好吃 巴恶暗自琢磨起来 胖球大佬虽然长得像团子 但一看就是金属性质 不太像是能成为食材的样子呀 而且龙洛女士 你什么时候吃过胖球大佬 难道龙洛女士暗中背着本体 开小灶做美食 一个人悄悄吃 龙洛女士继续道 记忆太遥远了 加上我的状态受到世界崩溃的影响 很多东西被封印在 厚大记忆库的深处 太遥远 巴恶一愣 突然猜到了一个可能性 龙洛女士 你难道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吃过胖球大佬 在黑龙世界 胖球大佬的跟脚无人知晓 又不属于当今的诛天万界 难道它是黑龙世界的产物 在黑龙世界中 九品级的强者会被附上黑龙世界的祝福 送出黑龙世界 莫非 胖球大佬就是其中的一员 另外 龙洛女士喜欢自称胖球 这其中肯定有什么因果关系 如果想得再大胆一点的话 胖球会不会曾经就是龙洛女士的一部分 就在何止摩底鼓到黑龙世界龙洛的时候 这部分顿出黑龙世界来到了现实 最终成为了胖球大佬 每一位长生者级别的存在都是脑补怪 因为他们大脑的运算速度太快了 一眨眼时间就能脑补好多剧情 不是在黑龙世界 而是在更久更久之前 龙洛女士这次竟然切换出了后台工作模式 进入修聊系统的聊天界面和霸恶聊起天来 霸恶追问 更久更久前 第八界应该是第八界 是球 而我应该是第九界 应该没错 龙洛女士回复 巴厄不由一愣 什么第八界 天道 而且会不会很巧 胖球大佬对应的天道球 也是第八界天道 请求 请回到九优世界胖球位置 共享视觉 我希望能看看九优胖球 龙洛女士又到 没问题 我这就回去看望胖球大佬 巴厄连忙到 他感觉 龙洛女士要给他带来一个爆炸的大新闻 巴厄急速转身 一路小跑着 回到胖球大佬的镇压之地 胖球大佬看着去而复返的巴厄 默默收起了破解封印的手段 胖球大佬稍等 我开个视频哈 巴厄友善一笑 胖球大佬暴躁地伸出一双金属手臂 用力垂击封印 傻了你 这是将他当成动物园的猴子了 第2912集 胖球大佬的暴躁忍不住了 巴厄竟然还想要开视频录像 这根本就是将他当成是动物园里观之的动物 而且拍照竟然还不给钱 要不是现在正被封印压制着 他分分钟就要将眼前的霸宋三师化身给压在球下 来回碾压 将它碾成纸片人 现在这世界上 他最最最讨厌白悠悠 最最讨厌霸宋 这两个家伙总是能轻易地让他暴躁不安 明明以胖球大佬的境界和心性修为 轻易间是不会暴躁的 但宋和白这两个家伙 就像是身怀对球挑衅光环 总是能在不经意间轻易挑起胖球大佬的怒气 冷静 胖球大佬你先冷静一下 反正你再怎么生气 你也打不到我呀 霸厄说着 双眼亮起 开始和龙洛女士共享视觉 别问她视觉共享法术是怎么操作的 她只需要配合开放权限就行 龙洛女士会搞定视觉共享其余的操作步骤 胖球大佬被气得微微鼓胀起来 别以为我打不到你 你就可以为所欲为 这里可是九幽世界 而我即使被封印着 依旧是九幽主宰 胖球大佬冷静下来 用冰冷不带感情的机械声道 我以九幽主宰之身 诅咒你 你将死无全尸 暴头而亡 呃 这对本体来说是机操吧 霸厄对着胖球大佬眨了眨眼睛 本体从修炼到现在 暴体而亡的次数我都数不过来了 单说暴头的次数也不少了 胖球大佬转过求身 具现化出来的独眼 盯向魔海世界上方的一道身影 刚才她的诅咒被抵消了 被宋悠悠抵消的 对方也拥有九幽主宰权限 这种令人恼火的相互抵消操作 令她不由回忆起了 自己和白悠悠纠缠相杀千万年的经历 这一回响令她更加恼怒 明明她才是这一届的九幽主宰 但前有白悠悠战坑 后有宋悠悠迫不及待上位 她还没凉透呢 气到快要干硬化的胖球大佬 最终选择闭上了自己的独眼 还封闭了自己对外界的感应 眼不见为敬 她开始专门对抗封印 全心全意演算破解封印之法 至于边上的霸宋三师化身 就当她是只上跳下蹦的猴子吧 自闭了 霸厄盘腿坐下 双眼盯着胖球大佬 向龙洛女士传递视频画面 嗯 果然没错 龙洛女士道 霸厄心中一动 她坐直身体 开始准备等着龙洛老师上课 虽然颜色变了 模样也变了些 但看起来还是很好吃的样子 龙洛女士道 霸厄默默想了想 说实话 她实在无法将眼前的胖球大佬和好吃联系上 当初在黑龙世界 接触到霸宋带过去的种子时 我可能就已经隐隐产生了感应 喜欢上了胖球这个名字 龙洛女士继续道 霸厄认真讨教 所以 龙洛老师你将事情从头到尾讲一遍 没空呢 我要回去升级修疗程序 龙洛女士道 霸厄突然间被龙洛女士感动到了呀 太勤奋了 你们也要吃胖球吗 龙洛女士突然又问道 霸厄纠正道 不是吃 应该是要融合 那不就是吃吗 龙洛女士反问 霸厄放弃争辩 好吧 从某种角度来说 确实也没差 龙洛老师 你以前也吃过类似胖球大佬的存在 也是久悠竹宅 我们对应的 是古悠意志 龙洛女士解释道 霸厄点头 反正都是差不多的存在 想了想后 她又机智道 胖球女士 你就多讲几句 她感觉 龙洛女士很喜欢胖球女士这个称呼 那我趁着午休 就稍稍讲几句 龙洛女士似乎心花怒放 我准确来说是以前的我 或者说是我的正体 是破灭世界的最后一身不休体 是第九任 这个信息 霸厄已经知道 主要是宋书航当时在黑龙世界 看到那些大佬们在古悠世界插的柱子时 天道狗蛋爹在柱子上留下了剧透信息 所以宋书航知道黑龙世界是上个破灭世界的遗物 不朽的黑龙愿意带着一批生灵存活下来 但也付出了一定的代价 而龙洛女士是黑龙的意志化身 是黑龙世界龙洛的意志体 在我之前是第八任 也是一个球 胖胖的样子 按照我记忆库中的内容 我曾经只身进入古悠 去插下倒标之柱 并遇上了古悠中的球 然后我吃了它的一部分 龙洛女士回复 巴厄追问 胖球女士 你的胃口真好 那你吃剩下的呢 没剩下了 吃了一部分后 剩下的部分就消散了 一直等到后来 我对应的古悠意志体出现 但因为长得太像自己 所以我下不了口 龙洛女士不断从记忆库中 调出数据信息 巴厄暗自琢磨起来 所以说 孩子长得像爸妈是有道理的 只有长得越像 才能得到更多的保护 要不是古悠意志 长得和本体像 那它早就成了龙洛女士的盘中餐 而且说不定是那种 可以一茶茶收割 吃完一波 还能再生出一波的 在成为不朽之前吃了球 会收获很多有用的信息 但我这边记忆库数据有点缺失 所以 你什么时候吃球 龙洛女士问道 要不考虑下 分而食之 龙洛女士 你是在挣到钱 吃了古悠中的球 罢厄一愣 也就是说 在黑龙世界时代 第八界球亡了后 古悠中的球却还活着 就像是白钱被吐一样 以前发生过的事情 将来还会再发生 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另外 巴厄更关心的是另一点 胖球女士 眼前的胖球大佬 和你当初吃的古悠球之间 有联系吗 巴厄问道 是不是上一届的第八界球的后手 通过龙洛女士暗度陈仓 到了县市再次正道 但如果是上一届球的后手 他转生成胖球大佬后 为什么会没有以前的记忆 是经历了一个 时代破灭的代价 肯定的 龙洛女士回道 两个第八界之间 肯定有关联 第2913集 也就是说 果然胖球大佬的真身 是从黑龙世界那里偷渡到如今的现世 然后又在第八界时正道的 巴厄一边思索着一边道 或许有这个可能 我除了吃过当初的古悠球外 对第八界并没有太深入的了解 或许他真有手段偷渡成功 龙洛女士想了想后又补充道 但我 还有另一个猜测 巴厄略意思索 出声道 是和同样的第八界有关吗 没错 两个球 同样出现在第八界的位置 实在太过巧合 所以我在想 会不会是每当到了第八界的时候 就会有一个球 应戒而生 龙洛女士点头 因为如果眼前的这个胖球 真是他黑龙世界的球 偷渡过来的话 那为什么要卡在第八界才正道 从时间上来说 如果真是偷渡球的话 那应该在第二三四界左右 就会正道成功才对 所以 会不会是每到了第八界天道的时候 天地间就会诞生这么一个球出来 巴厄也想到了这一点 也对 如果是偷渡球的话 第一界天道肯定要避开 第一界天道太过特殊 他身为偷渡者肯定不能去触及 所以 理论上来讲 应该要在二三四几界中抽一剑 卧槽 说到这里时 巴厄的嘴巴忍不住撕开了文明的封印 二界天道和三界天道 是三眼少年前辈和狗蛋爹 肯定和偷渡球扯不上关系 第四和第五界中 有一刃是漆黑太阳的本体 巴厄想到这里时 突然感觉头皮发麻 他第一时间将自己的猜测 发送给了本体 以及盗子前辈 放心吧 这种可能性不大 片刻后 盗子的声音在巴厄耳畔响起 我在接触漆黑太阳的时候就发现了 他完全不认识液态金属球 他甚至误将我认成是球天道 甚至还想着诱惑我 拉拢我 所以两者间应该没有联系 得到盗子前辈的回复后 巴厄这边才松了口气 只是 没想到球天道会这么特殊 如果他真是在第八界时 会应戒而生 那他的作用是什么 世界在第八界天道时 需要一支球来完善什么呢 盗子皱起眉头 龙骆女士讲答 用来吃 或许 真的是用来吃的 盗子沉默了片刻后 竟然赞同了龙骆女士的说法 以他现在天道的身份 说出这一话 自然不会是无地放逝 我们想着让霸宋道友的 宋悠悠吞噬九悠球主宰 或许是巧合 却走在了正确的路子上 盗子的意志掠过自闭胖球 心情愉悦 加一 同时 盗子又开心地给 自闭胖球的封印上 加固了一层 为了让宋悠悠能早点融合球悠悠 就需要加快继承圣人天赋的计划 盗子发现自己有些迫不及待 对了 霸宋道友 关于如何融合老师的眼睛这个话题 我们这里有了头绪 但需要一位道友的帮助 盗子的声音响起 霸厄疑惑道 谁 连盗子前辈 白前辈兔 狗蛋爹 这么多大佬一起出手 竟然还需要请外援 哪个外援这么牛批 第二天道的九优题 三眼前辈 盗子解释道 这是班文龙前辈提出来的意见 诸天万记中 关于眼珠子的研究 无人能比得上第二天道 所以 想要以最快的速度解决 融合老师眼睛 让一次性消耗品 化为可循环利用的问题 请第二天道九优题出来 祝我们一臂之力 是最靠谱的方案 原来如此啊 那我通知霸善 他正好和自我师一起去三眼少年前辈那里 去提摩蒂厄 正好可以问问 能不能请三眼少年前辈出山 霸恶点头 三才王座后的小世界中 三眼少年前辈的考核之地 世仙雷区域 摩蒂厄一脸绝望 此时他的状态可以说是惨到了极点 儒家圣人封印 摩海世界力量的反噬 临时爆发功法的护遗症 被霸宋殴打的伤势 原本已经奄奄一息的他 现在还要承受世仙雷的不断轰击 太苦了 这几天来 他一直在回忆着自己的人生 他的人生在晋升长生者之前 几乎都是平推模式 一切障碍都在他强大的实力下被碾碎 但自从遇上儒家圣人以及霸宋后 他的人生就像股票一样断崖式下跌 你们赌约完成后 为什么不记得将我这个赌珠给拉出去呀 你要死了呀 真的要死了呀 我堂堂长生摩蒂 最后仅要死在世仙雷池之中 死因就是因为两个赌徒赌红眼后 忘了我这个赌珠 这个时候 无论是谁 要是过来救我出去 我一定会满足他一个愿望 就在摩蒂厄绝望至极的时候 有两道身影出现在他的面前 一个是善良款式的霸宋 一个是毫无存在感 一转眼就会被遗忘的霸宋 斩三师古法 摩蒂厄一愣 他没想到霸宋竟然还要玩斩三师这种路子 想要从这雷池中出来吗 霸扇双手合十 一脸慈悲地望着摩蒂厄 摩蒂厄犹豫着 迟迟没有开口 本体需要听你讲一讲长生法奥义 你若是愿意的话 我就可以带你出去 霸扇道 我还有选择吗 摩蒂厄用尽全力道 嗯 或许你还有其他的选择 自我师霸什么道 霸扇 我刚收到了霸厄的消息 我们需要再去见见三眼少年前辈 然后和他进行最后一局赌局 他们胜利后 宋书航就可以让三眼少年前辈出手帮忙 研究如何将儒家圣人之眼和不朽肥精精丹融合的项目 这是最后的散财王座赌局 霸什么什么对摩蒂厄道 你还可以再次成为我们的赌注 摩蒂厄惊呆了 我操 你们还来 有完没完呢 收到 霸扇托起摩蒂厄和霸什么一起离开雷池 散财王座小世界中 三眼少年前辈穿着泳裤躺在沙滩上 前辈 我们来进行最后一局赌注吧 由我们代替本体来 可以吗 霸扇远远叫道 第2914集 这次你又想从我身上薅什么东西 三眼少年前辈头也不回 懒洋洋回的 霸扇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这么没斗志啊 这不是我认识的三眼少年前辈啊 在霸送的认知中 三眼少年前辈一向是越挫越勇 无论输多少次 下次他都会带着必胜的信心再次振作起来 但眼前的三眼少年前辈就像是被人替换了一样 毫无斗志可言 三眼前辈 您怎么了 霸扇小心翼翼问道 霸送道友不用担心 老爷他只是大姨夫来了 眼珠子管家端着茶水出来 为霸扇和霸什么什么同时递上鲜茶 三眼少年前辈狠狠瞪了自家管家一眼 大姨夫 霸扇嘴角抽搐 九幽主宰还有这种设定 不用不好意思啊 大胆地说出来 这次想从我身上薅什么宝物 三眼少年前辈在沙滩上翻了个身 望向霸扇 前辈 您为何没有一丝斗志啊 霸什么问道 三眼少年前辈抬头望天 哪怕再有斗志的人 也经不住你们一个月来薅我一次羊毛啊 以前我就算是输了 也有几十年 甚至是上百年 上千年的时间来调整心态 这么长的时间 哪怕我上次输得再惨 我的心态也能调整回来了 但你呢 你每隔一个月准时来报道一次 而且 这一次连一个月的时间都不给我 你让我怎么有斗志啊 霸扇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神情 这一点他真没想到 再坚强的人也需要时间去舔伤口 本体薅羊毛薅得是太勤快了些 不过前辈你反过来想想 这次是我们和前辈您最后一次赌局了 赌完了这一次 您就可以和我们说拜拜了 这样一想的话 会不会开心一点 霸扇体贴人心 从另一个角度劝解对方 诶 你这么一说 似乎还真有点道理 三眼少年前辈从沙滩上坐了起来 差点都忘记了 这是他和霸颂的最后一举赌约 仪式完成后 霸颂想再耗他羊毛也没机会了 而且 这次本体没有来 我们是分身 应该和本体会有所区别 霸扇又提醒道 三眼少年前辈拍了拍裤子上的沙子 站了起来 天空中 阳光开始明媚起来 眼珠子管家 抬头望了眼 刺眼的阳光 太灿烂了 这样灿烂的阳光 对他不太友好 身为眼珠子怪 他的身体需要大量的水分 而太过灿烂的阳光 会蒸发他身体的水分值 果然 还是扎扎老爷 膨胀的心态 让他的情绪打个骨折吧 老爷 这也是你最后一次赢霸颂道友的机会了 一旦你输了 那你和霸颂之间的赌约 就是全败无胜 而且未来 你再也没机会更改这个记录了 眼珠子管家善良提醒 三眼少年前辈微微一顿 原本明媚的阳光 稍稍有些收敛起了 这次 你们本体想要什么 三眼少年前辈轻壳一声 以霸颂道友的尿性 肯定是又想从他这得到一些东西 才会屁颠屁颠地过来找他 简直将他当成是宝物提取库了 本体最近在研究一个课题 将一对儒家圣人之眼融合到不朽肥金金丹里去 将二者合为一体 霸善出声道 自我师霸什么接着道 在研究的过程中 我们遇上了一些技术上的难题 需要有人提供关于眼珠子的技术支持 而三眼前辈 您是诸天万界中 对眼珠子研究最深的前辈 所以我们想请您帮忙进行这个项目的研究 霸善最后总结 这就是我们的赌约目标 不知道前辈您是否同意 一对儒家圣人之眼 三眼少年前辈听到这里时 顿时有些心动起来 这是要邀请他研究圣人之眼吗 不妙 这提议戳中他内心的蒙点了 儒家圣人之眼 霸宋肯定不会拿来当补助 也注定无法被他收藏 所以他想深入接触这对神眼 似乎只有协助研究这么一个途径了 那么棒的圣人之眼 既然无法收藏 那嬷嬷研究一下也很棒了 所以 我这句要不要故意放水 输给霸宋的三师分身呢 三眼少年前辈内心纠结起来 而且 为什么非要将这种事情当成赌约的目标啊 以我们之间的交情 这种小事直接邀请我不就行了吗 何必多此一举 看在一对儒家圣人之眼的面子上 三眼少年前辈内心 悄悄将自己和霸宋的友情时提升了一大截 大概提升了原本的五六倍的模样 啊 行 我答应你们这个赌约了 三眼少年前辈回道 那你们的赌注呢 赌注的话 依旧是活着的魔地可以不 自我师霸什么指了指魔地恶 三眼少年前辈半赏无言 这也太敷衍了 但是 看在一对儒家圣人之眼的面子上 驼 三眼少年前辈点了点头 一旁的魔地恶忽然觉得一阵心酸 总感觉在那么一瞬间 他从三眼主宰的身上感受到了嫌弃的味道 他堂堂长生魔地 魔地大佬 竟然连当个赌注都不够格了 好难受啊 那前辈 这次的赌局要怎么进行 霸扇问道 你擅长什么 三眼少年前辈直接问道 他内心已经决定放水 所以想着直接走个流程 我擅长 呃 我是本体的膳师 和本体一样拥有大功德 并尽量继承了本体膳的一部分 所以我对功德 圣光 做好人行 善事都蛮擅长的 霸扇诚实回道 三眼少年前辈再次露出了嫌弃的神色 他本来还想和霸扇比一比对方擅长的东西 但听到这些项目后 三眼前辈就绝了这个念头 他堂堂九优主宰 难道要比凝聚圣光 凝聚功德之力 我呸 你又擅长什么 三眼少年前辈望向霸送的自我师 自我师霸什么淡淡微笑 我擅长让人记不住我 你叫什么 三眼少年前辈问道 自我师答道 霸体 这不是蛮好记的吗 三眼少年前辈重复换道 霸本 自我师漠然 他现在是世界上最能理解九州一号群里最余居士的人 决定了 这次我们就比记忆力吧 三眼少年前辈提议 第2915集 霸善疑惑问道 比记忆力 这要怎么比 正常情况下 修炼者的记忆力都非常强 过目不忘这种事情 在二三品时就能做到 而实力到了长生者境界后 大脑运转速度快到无法描述 就以霸宋本体现在的状态来说 他长生者级别的原神精神力横扫过去后 就能将整个现实地球上发生的一切 纳入精神扫描范围内洞察万物 而凡是在原神扫描范围内发生的一切事情 本体都能凭着记忆将它们牢牢记住 哪怕是风吹草动都能一丝不差 长生者境界早已能做到很多人类神话中 只有神灵才能做到的事情 甚至能比大部分神话传说中的神灵做得更漂亮 只要长生者愿意的话 庇佑风调雨顺无灾无难 并且瞬间接收千万人不同的祈祷 并一一给出回应都能办到 所以境界到了一定的程度后 普通的记忆力比赛项目肯定无法派上用场 什么随机数字记忆 抽象图片 人民头像之类的比赛项目 对长生者境界的存在来说 一眼过去就能彻底记下 什么都不会遗漏 除非去比 谁能先记住钓鱼知识的道号 不过比这个的话 最终可能会以平局收场 嗯 我们要比的话 肯定不能比普通的项目 让我好好想想 三眼少年前辈伸展双手 眼珠子管家上前 为他披上一件外袍 三眼少年前辈来到 霸膳和霸本的边上 掏出自己的椅子躺下 眼珠子管家又为老爷奉上鲜茶 虽然他一直扎老爷的心 内心还想着跳槽 但在其位谋其事 尽其职 管家应尽的义务 他都能漂亮地将之完成 霸膳目不转睛地 望着三眼少年前辈 本来想着用封印境界的手段 增加比赛的趣味性 但你现在已经长生者境界了 封印起来的话非常麻烦 而且还得浪费我的珍贵材料 三眼少年前辈说着说着 突然就感觉手中的茶不香了 上回和霸宋比试时 这家伙还只是八品玄盛啊 可这次一回来就蹦到了长生者境界 中间的正常节纤境界呢 被吃了吗 一想到这事 三眼少年前辈就感觉心窝子痛 老爷 以霸宋现在的境界 想比记忆的话 就必须要在记忆项目上 达到一个极限 超出长生者能容纳的极限 眼珠子管家在一边提醒 三眼少年前辈捏着下巴 比如像霸宋上次的诸天万戒讲法 瞬间回复诸天万戒所有修炼者的提问 并做出解答 然后比比谁能将更多的问题和答案都记下来 上回霸宋突然链接他的数据库 那巨量的信息冲击令他脑壳生疼 诸天万戒何其大 诸天万戒的修炼者一口气同时提出的提问 全部涌来 差点令三眼少年前辈都当机 但霸宋现在已经失去了讲法的资格 他已经没办法人前显胜 然后给诸天万戒修炼者提问回答的机会 眼珠子管家先是酝酿了一下情绪 才讲出提议 所以我感觉不如将老爷你从太古起到现在的记忆全部提取出来 化为比赛项目 老爷从太古起至今的记忆何其庞大 是连长生者也无法瞬间容纳吸收的记忆量 先夸奖老爷一波做个铺垫 我们可以比试想霸宋能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 将所有的记忆都记下来 然后再根据老爷的记忆随机提出一些问题 考核霸宋能不能回答正确 眼珠子管家越说越起劲 如果老爷真的这么干 那老爷一切的记忆都将展露在霸宋面前 他和霸宋之间将再无隐私可言 想想就感觉很有趣 眼珠子管家甚至连考核霸宋的问题都已经想好了雏形 比如老爷这个炼炎痞这辈子到底收集了多少颗眼珠子 又比如老爷自从开设赌局后到底输了多少次 甚至可以细致地询问老爷在某年某月输给了谁 还有老爷的初恋是谁 二恋长什么模样 三恋是什么种族长着几双眼睛 一想到这里 眼珠子管家就有些迫不及待起来 我感觉可以有 霸宋点头 他对三眼少年前辈的记忆也很感兴趣 说不定还能从中看到三眼少年前辈的长生法奥义呢 哼 你想得美 三眼少年前辈翻了三个白眼 他的记忆可不准备对任何人公开 不过管家的提议倒是个不错的办法 三眼少年前辈的目光落在了堵住摩蒂身上 你活了多久 摩蒂饿紧敏嘴唇 这是在打我的主意 我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成为赌注已经很惨无人道了 你们现在竟然还想用我的记忆当赌约项目 你们到底想怎么弄我才甘心 你们两个恶魔 不对 眼前这两个都是九幽主宰 说他们是恶魔 简直是在夸奖他们善良 你们两个没人性的九幽主宰 堵住摩蒂他和儒家圣人一个年代 而且比儒家圣人要年轻很多 霸本在编上提醒 他记得堵住摩蒂是在正道长生后 就迫不及待地去挑战儒家圣人 结果因为太嚣张了 惹恼了圣人 被按在地上摩擦后 还被装上了个永久型的封印 也就是说 是远古时期接近末尾时代的吗 太短了 这样的记忆长度 不足以成为赌约的项目 三眼少年前辈三眼嫌弃 摩蒂饿嘴角微微抽搐 他感觉自己又被鄙视了 为什么明明不用再成为赌约项目 但他内心深处却有种失落感 那要不要用我本体的记忆当对赌项目 本体的记忆中有一些东西还是蛮难记的 霸善出生的 免了 我不想体验你的记忆 三眼少年前辈摆了摆手 他记得霸送短短一年的修炼记忆中 包含着很多死亡体验痛苦经历 接触这些记忆去记住他们 简直是一种自虐 曾经的他已经被霸送的痛苦忍耐坑过一次 聪明的九幽主宰不会掉入同一个坑中 所以 还是用老爷的记忆吧 老爷 你也可以将记忆剪辑一下 眼珠子管家开始推波住了 第2916集 成熟的管家不会轻言放弃 老爷 你可以将自己的记忆中 一些不方便展示的隐私给剪辑掉 甚至你也可以半真半假 将一些记忆的情景给修改一下 反正 我们只是要一段巨大的记忆 用来当对赌项目嘛 眼珠子管家补充道 他已经隐隐察觉到 自家老爷在考虑这个提议了 在暗中推波助澜一下 这项目就成了 三眼少年前辈双手交叉 撑在下巴沉思起来 罢善 罢送自我师 眼珠子管家 堵住魔地 都期待着盯着三眼少年 等待着他的决定 或许 我这里有一件东西 可以成为本次对赌的项目 三眼少年前辈 思索了片刻后 却提出了一个 令众人意外的答案 搞了半天 三眼主宰并不决定 用他自己的记忆库 这让眼珠子管家的心情 都有些低落起来 我有一件半生法器 这个时候应该能派上用程 三眼少年前辈双 眼珠子管家一愣 老爷 你还有半生法器 这种事情 为什么他一点都不知道 他家老爷的小秘密 你竟然藏得这么好 我是诸天万界的第一个九幽主宰 这件事情 相信你们应该已经知道了 三眼少年前辈 伸手在虚空中轻轻一敲 有一个小空间宝库被打开 巴善好奇地抬头 往这个小宝库中瞅了一眼 下一刻 他就差点被亮瞎了眼睛 三眼少年前辈是个豪 这一点宋书航很早就知道 毕竟像前辈这样 能将众多的珍贵材料 宝物拿出去和别人对赌 并且还开设 散菜王座仪式往外送宝物 家里没有矿 怎么撑得住 往年散菜王座中 送出去的那些一到九品宝物 对三眼少年前辈来说 都只是需要定时清理的垃圾 真正能被他看上眼 并收藏起来的宝物 才是真正的真品 里面的珍贵宝物 巴善基本上一个都不认识 但光是看着就感觉贵不可言 另外 在小宝库的一角 似乎还有很多眼珠子 被珍贵的宝盒一个个装着 三眼少年前辈 从自己的宝库小空间中 取出一个被雾气笼罩的瓶子 漆黑邪恶的雾气 不断从瓶子中溢出 又被瓶子吸纳回去 反复循环 这是什么东西啊 自我时霸体疑惑问道 同时他和霸善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本能再告诉他们不要过于靠近这个瓶子 这是我身为诸天万界第一个九幽主宰的半生法器 准确来说 我对应的天道 之所以会鼓刀出九幽主宰来 也和这件东西的原形有关 三眼少年前辈发出感慨 第一任天道非常神秘 抹去了自身一切的信息 而且第一任天道 并没有对应的九幽主宰 在三眼主宰出现之前 九幽世界还是太古摩海世界 非常混乱 没有规则 一直到了天道三眼上位后很久 才在某个实验中 鼓刀出了九幽主宰这种存在 而在天道三眼鼓刀出九幽主宰后 九幽主宰就被天道规则所肯定 并代代相传了下来 基本上每一任天道 都是会搞事的选手 三眼天道其实和天道班温龙有些相似 两者都是杰出的发明型天道 天道眼药水 盗气掌眼珠子星球 九幽主宰 这些都是三眼天道的作品 他的原型是什么 自我师霸体又问道 三眼少年前辈伸手 在小瓶子上衣服 随后从瓶子中 蹦出一只材质特殊的毒眼来 邪恶的毒眼落在 三眼少年前辈的手心中 他轻轻转动后 锁定三眼少年前辈的第三眼位置 那里原本应该是他呆的眼眶 他的原型来历 你们也不陌生 三眼少年前辈道 是那个被霸宋道友称为黑龙世界的特殊世界 每一届的天道 或者是拥有争夺天道总决赛资格的成员 在正道前 似乎都会因为某些原因 进入到黑龙世界 并在那里插住 第一天道 三眼 班文龙 何止摩帝 儒家圣人 都曾经在那里留下过足迹 不过何止摩帝有些特殊 他是争夺天道失败后 才进入到黑龙世界 黑龙世界有完整的现实体系 同时有对应的古幽世界 而在古幽世界中 又有着一尊古幽意志集合体的存在 而那或许就是我对应的天道 古道九幽主宰实验的契机 三眼少年解释道 不过 古幽意志集合体 可能是因为天地残缺或者其他原因 从目前看来 他的完善程度比不上九幽主宰 九幽主宰看上去就像是 古幽意志集合体的升级版 而这件半生法器的原型 应该就是我对应的天道 从黑龙世界的古幽中 带出来的某件东西 那件东西 在经历了许多实验后 最终在九幽世界中诞生出了我 三眼少年前辈解释道 和后来的九幽主宰不同 三眼少年前辈诞生时 他对应的天道三眼早已经正道 所以他分裂得到的记忆 也和后期的九幽主宰有所不同 并不是以天道三眼正道的时间点 为记忆分割点 三眼少年前辈的记忆库中 隐约还有一些关于天道三眼正道后的部分信息 不过后来随着三眼天道学第一天道那样 抹去自身的信息数据后 三眼少年前辈记忆库中天道三眼的信息也受到干扰 甚至就连他过去的记忆其实也受到影响 期间为了像第一天道那样抹去自身的信息数据 三眼天道还暗中对眼悠悠做过一些很过分的实验 就像天道白对白起眉兔暗中所行的一切 这些实验眼悠悠自己没印象 毕竟天道都是在暗中行事的 但他的这件半生法器却都记录了下来 在我的这件半生法器中就记录了很多的记忆 其中大部分和我有关 正好可以成为这次对赌的比试项目 三眼少年前辈道 那不和老爷你自己的记忆库一样吗 眼珠子管家有些发懵 不 还是有所不同的 三眼少年前辈摆了摆手 然后他妄想霸善 怎么样 一切听从前辈安排 霸善点头同意 第2917集 行 那一切都听我的 我挑个良辰吉日 给你找护好人家 你去安心地等着书架吧 三眼少年前辈爽朗大笑 霸善无语望天 老爷 你这个笑话太冷了 我冻得有点僵 边上的眼珠子管家小声道 他话音刚落 就被三眼少年前辈随手一毛 定在地面上 鲜血腾了一地 最近老爷的脾气越来越大 动不动就直接物理上扎他的心 太暴躁了 这样不好 身为一个优秀的管家 他感觉自己 应该要想办法调节一下老爷的状态 改善他的暴躁心态 要不上食聊吧 眼珠子管家心中暗道 他回头得去查查 酒油主宰要吃什么药 会比较容易打瞌睡 人只要犯困到极致 就会变得慵懒起来 暴躁的脾气也能得到改善 三眼少年前辈又轻壳一声 既然你同意的话 不 我不嫁人 霸善连忙摆手 三眼少年前辈顿时语色 我之前是在开玩笑 但我现在是在认真聊话题啊 闭嘴 听我讲本次试炼的规则 三眼少年前辈道 自我是霸什么 连忙捂住了霸善的嘴巴 三眼少年前辈今天看起来很暴躁的样子 可能是真的来大姨夫了 我的半生法器里面 存储着的记忆片段同样庞大无比 不比我差多少 而且因为它不是生物 读取记忆的方式也和生物不同 所以它记忆一件事情的方式也和我们不一样 三眼少年前辈开始介绍起来 它的半生法器眼球记忆一件事情 并不是按时间顺序 从头到尾去记忆 它经常记个开头A 却跳过中间的CD环节 直接跳到E环节 但有时候又会从G环节 又突然毫无征兆地跳回B环节 总之非常混乱 但它自己显然有一套读取记忆的专用程序 各种混乱无比的记忆 它自己能整然有序地将它们拼接起来 除了它自己外 外部人去读取它的记忆都非常吃力 在读取记忆的同时 还需要有拼接记忆的能力 阅读理解这门功课 也必须要满分 时尔要靠自己脑补剧情 时尔要将打乱的记忆顺序给整理排列 时尔还要细细去品味半生法器的心理 去琢磨他记忆的内在含义 这无疑给宋书航的挑战带来了难度 巴善一边听着一边暗暗点头 这对他来说并不算太难 他的本体宋书航喜欢看书 特别喜欢蹲在租书店去看书 有时候租书店里的书 一套书会被人租去中间几本 本体在观看的时候就会面临缺书的困境 久而久之 本体培养出了跳书阅读的能力 甚至顺序颠倒 先看一二五再回头补三四 也不妨碍阅读体验 而身为本体的三师化身 他自然也继承了本体的这项基础本领 比赛的规则如下 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 去细品半生法器里存储着的记忆内容 半个小时后 我会从庞大记忆中抽取五十个问题 你来回答 三眼少年前辈宣布规则 答对多少个算及格 霸善问道 每题两分 答对三十个六十分算你及格 全部答对的话 除了配合去协助你研究儒家圣人之眼外 我还可以额外赠送你一件珍贵的宝物 三眼少年前辈道 什么宝物 霸善眼睛一亮 一条没有被人实践过 长生之位还控制的长生之道详情 三眼少年前辈敲着椅子扶手 你自己虽然已经踏出了长生之道 但是你身边肯定还有其他人 会需要这么一条完善的长生之道详情 霸善立马就想到了白前辈 儒家圣人之眼配合一条长生之道 才能继承圣人的天赋法术 白前辈到时候就需要消耗一条长生之道 满分 我要定了 霸善豪气万丈 很好 要的就是这种气势 三眼少年前辈乐合起来 霸宋要是不给力 万一这局输给他了怎么办 所以一定要给霸宋助力 让霸宋赢下这一局 带他去研究儒家圣人的眼珠子 既然规则和比赛项目你都同意了 那我们就签订一试吧 三眼少年前辈趁热打铁 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去研究圣人的眼珠了 仪式随时可以成立 我方赌注为活着的长生者 赌资摩帝一尊 霸善宣告 摩帝恶满心嫌弃 赌资摩帝是什么鬼称号 这个确定是霸宋的善师化身 善哪 良心哪 在叫出赌资摩帝这个称号的时候 你的善良和良心不会痛吗 我方赌注为 协助霸宋研究儒家圣人之眼 以及满分奖励完整长生之法信息一份 三眼少年前辈书生的 仪式的光辉出现在宋书行的霸善分身 和三眼少年前辈脚下 契约成立 至于边上的自我诗霸什么 一不小心被遗漏了 本来三眼少年前辈准备 让宋书行的善师自我诗 一起进入赌局 两个化身同步读取记忆内容 有备无患 结果在开赌约仪式的那一刻 不知为何 就将自我诗给忘到了一边 不知情的自我诗霸什么 还以为这个仪式 只能一对一进行 也没有多想 那前辈 我要怎么读取您半生法器的记忆 霸善搓了搓手 询问道 他已经有些迫不及待 想要看看和三眼少年前辈 有关的记忆内容 你且伸手啊 按在他身上即可 三眼少年前辈 递出自己那颗眼珠半生法器 那么 前辈开始计数吧 霸善来到半生法器边上 做好了准备 开始 眼珠子管家一边咳血 一边按下了计时器 霸善伸手 按在了眼珠半生法器上 下一刻 他的意识被牵引 拉入到了一个浩瀚无比的星空中 这巨大的宇宙星空 就是半生法器的记忆 霸善的意识被牵引 身体仿佛进入睡眠 只留下一些本能反应 有些本能是不会因为睡觉而停止的 就像是普通人的呼吸 又比如霸宋家即将代代遗传 铭记于宋家基因中的手滑 霸善搭在半生法器上的手掌 悄悄一滑 一抹明亮的光辉悄悄闪现 本能这种东西是无法禁止的 就像普通人需要呼吸一样 即使处于无意识状态 也无法阻止霸善的本能 身为宋书航的三师化身 霸善除了主修功法和身体属性 与本体有区别外 一些基础功法、基础技能、本能天赋 都是和本体同步的 值得一提的是 霸宋身上大部分也都是基础功法 所以它的一身功夫 基本上都能被三师化身继承 仰刀术这种已经刻入霸宋的灵魂 未来甚至说不定可以通过遗传能力 遗传给子孙后代的法术 自然也不例外 霸善右手悄悄一滑 一抹仰刀术就悄悄落下 霸善右手在悄悄滑动 又是一抹仰刀术 神不知鬼不觉地滑出 正在和霸善同步 对霸善开放自己记忆库的三眼前辈半生法器 表面上一动不动 镇定得和往常一样 但实际上 他的内心已经开始享受起来 他感觉这尊教霸善的化身 这手掌仿佛带有说不出来的魅力 霸善的手在他身上轻轻一碰 就令他原本波澜不惊的内心都被触动 再接着 便感觉像是久违地运动了一场 怼了一尊大敌般浑身说不出的舒服 而且在对方手指接触他身体的时候 还能感应到对方不断地在传递过来的善意 就像是在讨好 按理说身为九幽主宰的半生法器 是件最邪恶的象征 半生法器对善意这种东西是非常抗拒的 但是这尊霸善传递过来的善意 却令法器无法拒绝 就像是神兵也无法拒绝保养一样 神兵不需要保养 依旧能削铁如泥 但神兵经过保养后会更加光彩照人 三眼半生法器与霸善之间 开始渐渐添加了友情职这个进度条 并且这个进度条开始稳步上涨 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头源 明明是第一次见面 但就是感觉看着亲切 边上自我师霸什么 看着霸善不断滑动的手掌 嘴角抽搐 但是三师本为一体 无论如何 他都是不可能揭穿霸善的 咦 感觉心情突然变好了很多 边上 三眼少年前辈突然捏着下巴 抬头望向天空 三才王座小世界的天空中 太阳突然变得明媚起来 这种明媚和灿烂不同 灿烂的太阳像是夏天的烈日 晒得人发热 而这明媚的阳光像是冬天的阳光 令人感觉温暖 难道是半生法器的影响 三眼少年前辈望向自己的半生法器 又望向霸善那只像多动症 不时会滑动一下的手掌 以及那隐隐一闪而过的光辉 片刻后三眼少年前辈陷入了沉思 但即使是沉思状态 他的心情依旧止不住地开始愉悦 就像是当年妻如某条小龙龙一样 又过了一会儿 他突然发现眼前的这尊霸宋三师化身 竟然意外地顺眼 而且还越看越顺眼 好久没有看到这么顺眼的小贝了 要不送他一条完善的长生法当见面礼 三眼少年前辈手中 有着不止一条的完整长生法数据 他可是从太古时期就进入到了 三才王座小世界一直存活到现在 期间除了三才王座能带给他一些乐子外 其他时间他都在鼓到各种东西 从太古到现在 他鼓到出了不止一条长生法理论来 有部分在中途被现世的天才们正道失去用处 但还有些至今都没有被人正道 送出一条长生法信息 他还是送得起的 眼珠子管家全身闪亮起来 就是这个 教练我要学这个 让老爷心情莫名其妙变好的手段 这比时聊要靠谱多了 半生法期的记忆空间中 因为星空中存储着的记忆庞大无比 而且无序排列 霸善的意识只能拼命地去扫描 他的精神力在这浩瀚的虚空中扫荡着 每一次扫荡都能强行扫过巨量的记忆 而在他长生者级别的大脑计算能力运转下 这些记忆都被他不断地排列组合 编上编后 半个小时可能会有些仓促啊 主要是半生法期里存储的记忆太庞大了 而且这片星空壮的记忆存储世界中 有很多位置还是空白记忆区域 霸善的精神力一扫过却一无所获 无形中就浪费了很多珍贵的时间 这样一来 我想要拿到满分可不容易了 霸善皱着眉头 本以为这是为白前辈准备一条长生法的好机会 现在看来 这是很有挑战性 但越有挑战性 我就越有动力啊 我可是霸宋的三师化身 本体连死都不怕 我又岂能被区区困难阻挡 霸善很快调整好心态 他全力激活自己的精神力 暴肿拉大精神力范围 疯狂扫荡浩瀚的记忆海 仿佛是察觉到了霸善的斗志 好感度不断提升的半生法器 心绪也被牵动 片刻后 被感动到的半生法器 决定将自己存储着的一段最珍贵的记忆解锁 给这位顺眼的霸善小伙子瞅瞅 这段封印的记忆 可是当初天道三眼锁上的非常经典 而且这段记忆不在考核范围内的特殊记忆区 本来霸善是没机会接触的 现在他给霸善一个额外的机会 这就是提升好感度的妙用 半生法器下定决心后 便主动牵引着记忆库中的霸善意识 将他带入到了珍藏记忆区域 原本正在暴肿疯狂扫荡记忆区的霸善 突然心中一动 紧接着 在他的精神力扫荡中 发现有一扇金色大门缓缓打开 大门内部就像是个漩涡 一下子便将霸善的意识卷了进去 霸善不由心惊 等一下 这记忆空间竟然还带陷阱的 我只有半个小时的扫荡记忆时间呢 如果被困在陷阱中 我岂不是要输 不过 这次的仪式内容中 似乎没有提到不能用陷阱 我这是中了三眼前辈的合同陷阱 三眼前辈不会是九幽主宰 简直阴行 正当霸善心中思维万千之时 漩涡中有一段额外的记忆 向他展现开了 这份记忆还带标题的 九幽主宰是如何练成的 虽然标题是太古文字 不过因为是记忆形式 通过半生法际为中转 霸善可以读懂 不是陷阱 霸善疑惑起来 霸善本以为这是九幽主宰 卑鄙的陷阱 要困住他半个小时 从而让他功亏一篑 但没想到 这个金色大门后隐藏的 是绝密的知识和信息记忆 这一片特殊的记忆 九幽主宰是如何练成的 其铸成时间还在九幽三眼少年前辈出现之前 这是曾经的天道三眼实验 从古幽世界带回来的宝物 能量开始创造九幽主宰的详细过程 以及各种复杂的理论 在神功鼓刀出眼幽幽这个实验体后 这部分珍贵的记忆被存储在眼幽幽的半生法器中 并被封锁保护 也不知道三眼少年前辈有没有看过这段记忆信息 霸善虽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被卷入到这个可以称为是记忆禁地的区域 但他的意识接触到其中的知识后就再也挪不开眼睛 九幽主宰是如何练成的内容缓缓展开 深奥晦涩 这是超脱于现实修炼者之上的知识 其中有不少都沾染着天道信息 幸亏本体霸诵刚通过入梦的方式和天道道子同步过世界 并且近距离接触过天道的核心规则 所以这部九幽主宰是如何练成的 虽然晦涩 但细细去品读的话还是勉强能看懂一些的 霸善如鸡似渴地吸收着记忆禁区里的内容 构建一个九幽主宰 首先需要有不朽的属性 再以天道全线为辅 不知道本体的不朽肥金金丹 能不能满足不朽属性这个条件 天道全线为辅的话 如果不是自己的天道全线 应该也能行吧 比如 道子前辈在一边帮忙 推波助澜 然后 需要由古幽中涉及到古幽意志集合体规则的物质 这个应该可以通过龙骆女士弄到手吧 希望不是太重要的东西 接着 还得在魔海世界里整理出一条条太古的魔海世界规则 将它们融汇到一起 妙啊 我手中不正好有个魔海世界吗 另外 这一步或许能跳过 因为九幽主宰本身就是曾经的魔海世界规则集合体 所以 应该能用胖球大佬来代替这一步吧 不管行不行 先将这个记下来 天道三眼在古道这篇九幽主宰是如何炼成的时 是从无话有 在曾经的魔海世界中创造出九幽主宰来 但现在 魔海世界已经演化为九幽 又有现成的魔海世界存在 所以其中有很多程序已经可以简化甚至跳过去 就像在现实地球 想配置一台电脑的话 因为有很多现成的技术配件软件在 所以不用像当年发明第一台电脑的人那样 鼓到一个庞然大物出来 这就是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好处 前人种树 后人成梁 所以 知识令我幸福 学习令我快乐 巴善幸福地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 一部记载着大知识的书 能看懂它的文字 能看懂它的内容 就是一种幸福 时间悄然流逝 意识世界不是道子开辟的时间秘境空间 这里时间的流逝和外界是同步的 沉浸于九幽主宰是如何练成的 知识汪洋大海中的巴善 就像是一条幸福的鱼儿 无趋无数地遨游 沉迷学习状态时 总会让人忽略掉时间 半个小时 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 巴善觉得自己才刚开状态 突然在他意识的耳畔 响起了刺耳的铃声 这铃声就像是去年上半年 每天早上呼唤本体霸送起床的 手机铃响 一听到这个声音 巴善猛然清醒过来 他的意识 瞬间从知识的海洋中被拉出 拉回到三师化身的躯窍中 时间到 眼珠子管家保持着被定于地上的姿态 按下了怀表的按钮 对面 三眼少年前辈补充到 观看记忆环节 结束 巴善一脸懵逼地恢复 片刻后 我 嗲 巴善伸手按住自己的太阳穴 一脸要玩的表情 这半个小时的时间 除了开始一分钟左右 他疯狂扫荡了一部分半生法器的记忆内容外 余下的时间 他都在知识的海洋中无法自拔 半生法器存储的那浩瀚记忆 他扫荡的只有冰山一角 中计了 我还是中了三眼前辈你的诡计 当我以为那是陷阱 进去后却发现它不是陷阱 但当我以为它不是陷阱时 没想到它就是一个光明正大的陷阱 这就是九幽主宰的恐怖之处吗 啊 要输了 巴善一脸难过 边上的巴什么一脸恨铁不成钢之色 早知道换我上了 巴善太不靠谱 宋胖球果然说得没错 三师中的罢恶和罢善都不太聪明的样子 在他们对面 三眼少年前辈一脸迷茫 我干了什么 我什么时候弄了陷阱 我这次没有玩一抹诡计吧 难道是剧本中途出了什么问题 不妙啊 这次我想输来着 但是看罢宋三师化身这怂包样子 恐怕他根本没记住多少记忆内容 难道这局我要赢了 但赢下这一局根本没有意义啊 对三眼少年前辈来说 赌资摩帝已经没有了吸引力 要知道 赌资摩帝在事先雷池中躺了那么多天的时间里 三眼少年前辈早就从对方身上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知识 构价摩海世界的知识 摩海世界的情报 身为最古老的九优主宰 他收集知识的手段太丰富了 甚至能收信息于无形之中 将这个已经失去价值的赌资摩帝迎过来后 能干啥用 又不能存进宝库 而且还得消耗宝物去养它 相比之下 输了去研究那对儒家圣人之眼 显然更吸引人呢 唉 没办法了 只能尽量放水了 三眼少年前辈内心 常常叹了口气 开始随机抽题环节 五十道题 只要答对三十道 就算你赢 三眼少年前辈沉申说吧 开始暗中动手脚 原本应该在整个浩瀚记忆中 随机抽取的问题 被三眼少年前辈 尽量压缩到 宋霸善意识进入的 那片记忆区域范围 减少考试范围 三眼前辈也尽力了 在赌约仪式的约束下 他已经做到了 自己能做的极限 第2920集 三才王座的赌约仪式 是具有约束性质的 这约束性质 正常来说 是为了给三眼少年前辈 增加游戏难度 为了尽量保证赌约的公平 哪怕只是表面上的公平 但现在 在赌约仪式的约束下 三眼少年前辈 就算是想通过 作弊的方式输掉比赛 能操作的余地也不大 尽量地去缩小出题的范围 已经是他在规则内 能做到的极限 如果这样的情况下 霸宋还输掉的话 那他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 看了一眼一脸怂包模样的霸善 三眼少年前辈心好累 我难得想要真正的输一场 我容易吗 这个时候 你不要怂啊霸宋 就像你以前和我进行赌约仪式一样 不要怂 堆起来 一定要赢啊 眼珠子管家隐隐间 已经察觉出老爷今天心态有点爆炸 老爷可能要放水了 儒家圣人只眼对老爷的吸引力 比他想象的还要巨大 也对 毕竟儒家圣人的眼睛 可以说是诸天万界中最顶尖的一批魔眼了 而且和那些天生的魔眼不同 儒家圣人的这对眼睛 是经过圣人自己一点点调整 最终演化出来的 也就是说这里面隐藏着的是一种技术 提升眼珠子威力的完美技术 这对老爷来说的确是巨大的诱惑 三眼少年前辈手中也有着不少提升魔眼品质的技术 但对他这种眼珠子控来说 类似的技术越多越好 而且他本身在这方面的研究也进入到了一个瓶颈 他需要去研究儒家圣人双眼 看看圣人技术能不能激发他的灵感 利用他山之石来攻欲 突破瓶颈 五十道题已经生成 接下来我要开始提问了 霸膳 请听题 三眼少年前辈目光锐利地盯着霸膳 我已经将题目难度压到最低了 如果你还不及格的话 就别回去了 我要将你绑起来 用特制的九品强度水泥将你封到桶里 沉入到九幽世界的污秽海中去 霸膳被三眼少年前辈这样死死盯着 就更决心虚了 要玩 这局真的要玩 老爷 您可是九幽主宰 说话时别用请这个字 有损您的威严 边上 眼珠子老管家适时讲话 吸引老爷的怒火 降低霸膳的压力 三眼少年前辈屈指一谈 将眼珠子管家 弹飞到天空去 第一题 最古老的九幽主宰 在诞生的那一刻 睁开眼睛后 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 三十秒内回答 三眼少年前辈沉生道 这道题可是送分题 这题我会 三眼前辈你诞生后 第一件事情是踏出九幽世界起源之处 李顺整个世界的规则 在九幽中落下自己的印记 霸膳欣喜喜地回答 这个他正好看过 三眼少年前辈的心 一下沉到了谷底 他望向题目的标准答案 九幽主宰在诞生后的第一件事情 是在九幽的起源之地 取出自己的半生法器 明明是送分题 竟然都能答错 霸膳在半生法器的 记忆空间中待了半个小时 到底记了多少内容 别告诉我 这家伙就进去睡了半个小时出来 第二题 九幽主宰改造的第一只九幽魔物是什么 三眼少年前辈用毫无感情的声音问道 前辈 我的第一题正确吗 霸膳疑惑问道 三眼少年前辈收敛了所有的表情 你还有26秒时间回答 是野魔 是无数野魔汇聚的大野魔 霸膳连忙答道 这次他的答案也不太确定 因为半生法器里的记忆碎片 都是混乱排列的 他扫过很多关于三眼前辈改造 九幽世界魔物的画面 但真不知道哪只才是最初的一只啊 三眼少年前辈沉默了片刻 已经开始准备自己特制的九品水泥了 第三题 九幽主宰选择在九幽世界建立的第一个宫殿 处于九幽的哪个位置 三眼少年前辈的声音已经漠有感情 这一次霸膳已经感觉出不对劲了 恐怕自己前面两次的答案都不对 满分已经没了 想要给白前辈赢回去的长生之法 似乎已经没戏了 甚至再这样下去 连三十题能不能完成都是个问题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再这样下去 自己想将三眼前辈请到县市 去协助研究圣人之眼的任务都无法完成 等一下 我干嘛一定要靠自己的力量来回答问题啊 霸膳在关键时刻想起了修疗系统之间大杀器 有些事情他可以向大前辈们求助啊 第一个求助的对象必然是和三眼前辈关系最直接的狗蛋爹 霸膳先是通过私聊 飞快地将三眼少年前辈的问题发送给狗蛋爹 接着他又通过服务器权限直接进入到修疗系统的后台 片刻后 朱天万劫所有下载了修疗系统客户端的成员 只要处于空闲状态 就都收到了一条系统提示 这项功能却和玄圣讲法一样 凡是处于闭关或者紧要关头的成员都会被筛选出去 系统公告 下面进入新年活动第二弹 有讲回答环节 提问 太古第一任九优主宰 在九优世界建立的宫殿位于什么地方 最快答出正确答案的道友将能获得活动积分 活动结束后 可凭积分在修疗系统兑换各种奖励 包括不限于大佬讲法和不朽相关的信息 珍贵的情报 我能上网我骄傲 网络能将两个天涯海角的人紧紧连接到一起 狗蛋爹那边发来了回复 同时 狗蛋爹那边隐隐猜测到了宋叔航可能在和眼悠悠对赌的可能 于是 狗蛋爹默默将宋叔航的修疗系统客户端下载二维码 发给了自己在九优世界的那几位老下属 然后这几位老下属 又将二维码转发给那几位眼悠悠的下属 再进一步扩散到九优世界 争取将大量古老的九优邪魔都加入其中 网络得到答案后眼睛一亮 三眼前辈是九优古海先灭的 对不对 回答正确 三眼少年前辈莫得感情的声音突然回暖 下一题 听好了 一道又一道从记忆中抽取出来的问题 被三眼少年前辈爆出 而眼前的霸善就像是开窍了一样 一题接一题的都答对了 有个人死亡